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 5月24日至25日,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及其辖下的警务处、陈教署、海关、入境事务处、消防处五大纪律部队接连发声,全力支持全国人大涉港国家安全立法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表示,会带领各纪律部队全面履行应有职责,竭力维护国家安全 李家超指,过去一年,香港出现的暴力不但升级,更涉及多宗爆炸品和真枪案件,恐怖主义正在港滋生 港独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更越去猖獗 他全力支持全国人大的草案,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让香港重回正轨,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也对草案表示全力支持 他称,草案有助打击港独势力,恢复社会秩序,警队全力支持,并会充分履行职责,竭力维护国家安全,确保香港安全稳定 香港承教署署长胡英明亦表示,会与各纪律部的联手,支持警方果断执法,协助特区政府,恢复社会秩序,止暴治乱,维护国家安全 除此之外,香港海关关长邓一海,入境事务处署理署长欧嘉宏,消防处署长梁伟雄,政府飞行服务队总监胡伟雄均表示对涉港国安立法的支持